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飞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今天我们来介绍 有一位很成功的女企业家 阿飞很幸福 是怎么同样是男人 男人可以做这好 我在这里每天在念这 开玩笑了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是 有好朋友请到我们这个杨秀慧 杨秀慧今天来称杨董 杨秀慧董事长是 阿尔发金融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秀慧姐你好 阿飞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这次今天最重要 大家想说这部要听什么 他们都 我们听了一开始 就想说今天我有听 所以我補一个内容 今天就是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秀慧杨董事长 他当初其实是业务员开始 他不是富二代爸爸的公司 让他接他做当初 不是那种的 他怎么从一个工读生 然后超级业务员 到银行副总裁 然后现在自己成立科技公司 董事长 而且开发对我们非常有用的 理财机器人 所以大家就知道 今天你可以听到 成功的范例 还有什么是理财机器人 这样 我看到这个董事长的经历 我也觉得很惊讶 你当初真的是是行员而已 对啊 我去银行的时候只是工读生 你去是工读生 然后后来才升正式行员 然后一路八年就做到副总裁 这样 为什么八年做到副总裁 我觉得我好像有设定目标 就是我那时候进银行的时候 本来没有想说要长期在银行服务 我想要出国念书 所以我想说有个经历 在外商银行应该不错 我就去工作 结果去工作才发现 哎呀这是一个工读生的位置 然后进去以后我想也没差 我就认真的做 那我有这个资历 以后我可以这个有一片天 也很好这样 所以我就从工读生开始做 但是我进去就发现 其实这个工作不难 但是为什么我前面有八个人 都是坐这个同样位置 然后都走掉 很快就走掉 那我就想说 这会不会是有什么问题 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工作 需要什么 原来他就是资料管理员 他是有管一个仓库的档案这样 那就管得乱七八糟 大家觉得很累 他就不想做了就离开 那我就好好的把这个档案 全部都收集好 然后把它按照号码排整齐之后 还定立规则 大家要跟我借档案的话 你们要按照我的规则这样 然后慢慢就把它制度化 然后秩序化下来 把这份工作做好 结果没想到我的老板就发现 这个小女生很好用 这个很快就斩肉头脚 就很需要的能力 他就发现 这女生很好用 怎么叫她做什么 她都可以把她做得很好 那我就发现 好像这个工作不难 所以就产生兴趣 然后我老板就马上三个月 就把我升正式行员 所以我很快就变成这个正式的员工之后 我就开始很认真做 然后经过了大概 行员是要有接触客户的吗 我一开始先从柜台的柜员开始做 就是做一些什么存款 就像收付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后来又做了一些信用审核 有没有很多客人要来做贷款的时候 要做信用审核 我又做了一些信用审核的文件的部门 辗转就转了很多的部门 那一直到有一天我一个分行经理 就是这个分行最大的主管 他就来跟我说 我想把你调去业务部门 哇那我就很晴天霹雳 我想说做业务我又不熟 我刚大学毕业也没有人脉 不知道怎么做 我就想说 哎呦这个有点犹豫这样子 但是他就很有信心跟我讲说 没问题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就强迫我就到业务去 所以我就很快就调到这个业务部门 然后就开始我一路做业务的过程这样 那业务其实是跟原本行员有一个不同 就是说你会要有帮客户所谓的理财 是不是 就是我们说金融业务 我就做理专 理专嘛 对就做理专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在行员 在银行也累积了 应该对这些东西足够的熟悉度 还是说过去这个业务部门的时候 你要拿出一开始那个态度来 赶快再把它熟悉 我其实一开始什么都不懂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毕业都不到一年嘛 因为我很快就转到业务部门 是 那我就想说 哎呀这个都不懂 有一个师傅带我 在银行都有这种师傅会传承给土地这种概念 就师傅带着我 那他带着我的时候呢 一开始我觉得 可能他也不是很有耐心教我 因为他想说 这个菜鸟 这个要很久才能学会 哎呀他也没有很耐心教我 那我心里就想说 既然要做了 一定要好好把它做好 所以我就自己把很多文件都抱回家研究 所以你也是一直做功课 对我就自己很认真做功课 我觉得就是我想要把它学会 而且我不想 这个我因为工作不熟悉 然后耽误了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认真的回去研读 整个SOP是什么啊 这个支票 这个挂师指付 到底这个流程要怎么走啊 然后这个存款放款 这个整个逻辑是什么啊 我就把它研究了一清二楚 因为我想说 我的客户也会问我 我要很专业的呈现才可以 所以我就研究了一清二楚 那个时候刚好是台湾 财富管理要起飞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哇很多有钱人他想要理财 然后不知道怎么理财 所以我去当理专的时候 等于就是做业务 想办法把这些有成人钱 都把它放到银行来 然后鼓励他买基金啊 那时候海外共同基金才刚开始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 就认真的去学所有的细节 等于就工作边做边学 这样子把它学会 这个因为你的经历 很多人很注目 这个商业周刊有这个报导 一个有点传奇的代表世界 但是我像这可能只是 世界里面的一个 就是说你对客户的 那个服务用心 是到了人家连看到衬衫 他衬衫你都可以帮他 打听出牌子 对 这个花衬衫的故事 我在演讲的时候常常讲 就是其实是有一个林董 他走进银行 然后他就说 小姐我要买美金 那我就问他说你要买多少 他说要买一百万美金 我就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客人 当然 对 但是我就邀请他到我的座位来坐 这样 但是他就一直回头看后面 我想说怎么回事 是不是他的车子没停好 他就一直看门外后面 然后我说林董有什么事情吗 他说我看到有一个人走出去 他穿了一件花衬衫 很漂亮这样 我就看了一下我也没多讲 那那个时候我马上看手表 大概是三点二十五分二十八秒 假设大概那个时候 我就把时间记下来 然后我就便开始跟他讲话 那等他走了之后呢 我就去柜台去翻船票 因为每一个人到银行 他一定做交易 他会有船票 而且那个船票上面有时间 而且分啊秒啊都很清楚 我把时间记下来 一定就是那个时候走掉的客人 大概前后不多嘛 但是事实上我回去翻的时候 我发现那天的客户很多 我是一个一个打电话 就是假装售后服务 我问他说 你今天是不是穿着一件花衬衫 来的某某先生啊这样 那终于就被我找到了 那个先生 我就找到那个人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这个衬衫很漂亮 跟他聊天 你在哪里买的这样 他就跟我讲 在一个贸易商啊哪里这样 那我就回头 马上打电话给那个林董 跟他说 林董你今天到银行来啊 你说有一个先生的 那个花衬衫很漂亮 我帮你找到的在哪里 这样子 那个林董就非常非常感动 他就觉得 他只是很不经意的一句话跟我讲 然后我却把他放在心上 而且我真的帮他找到那个人 他后来也真的去买了 林董后来就变成 我一个很大的客户 那从那个案子我就发现 其实客户服务真的 客户想要的 其实就是你 我觉得这其实有两个很特殊 一个是你要有心 还要有能力 你光是有心 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 也找不出来 我就 我就临机一动 我就想 这个一定要找到这个客人 这样子 感觉秀慧你 即便是当那个警察局 或是探长 也可以做得很好 我就有这种想法 因为后来我这个case 让我觉得 其实做业务就是服务 那这个服务就是超乎客户的期待 就是在他的期待之外 你做了一些让他感动的事 我觉得这个人就会 跟你有更好的这种信任感 是 我就一路就是这样子 就把他当成朋友 所以其实一路 你都是用努力 我们刚看到 即使不熟悉 但是我觉得你那种责任感 然后那种努力 然后自己会找出方法来克服 我觉得我马上这个短短的分享 我们就听到很多 他们在讲的什么 第一个 我没有听到什么 你依赖啊 然后跟公司说 你们这流程不好弄啊 你们资料管理不方便啊 然后等着人家改变 你会自己去找出方法 变成你的方法 被上面的人看到 然后我想 如果说是有服务性质的 这种态度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不容易 不过我们还是好奇说 这样都可以 这样应该是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员工 可是像一开始进去 如果是公读生 可能想象中 应该没有那种 不是嘛 不是说背景很强 然后送进去就是当什么徒备干部 不是这样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其实常常看这个财经类的杂志都会采访名人 我们就知道这个秀惠 他这个是外商银行嘛 其实都可以讲嘛 就之前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做到副总裁 对 一个很 副总裁 对啊 一个很优秀的员工到副总裁 还是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那个门槛 对不对 不会告诉我们那个跨越是怎么跨越 这个邓医生很厉害 果然问到重点了 就是很多人就说 如果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达到你的目标 我自己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观就有一句话 那这句话我也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一直常常是在我脑海里 那那句话就是用未来的眼光 看现在的自己 就是我常常做一件事都想 如果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 我再回头看今天 我觉得我又没有做最大的努力 然后去用最快的速度达成那个目标这样 那当然这是一种内心的驱动力而已 那你还有环境啊 还有运气啊 还有专业啊 你还有很多东西要把它全部都满足起来 那其中有一项 我觉得我可能是我做的事情 我也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像很多 有时候我到学校去 很多学生问我说 那怎么样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然后很快速的时间 那我说我就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分享 就是我每次只要换一个主管啊 我就会找他来做一对一的会议 那不是他找我 是我找他 我跟他说 我希望跟你可以有一个一对一的对谈这样 那这个会议呢 我通常是让他认识我是谁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你的部门里面 我可以怎么帮你 然后我的创造 我被利用的价值是什么 我就会先让他知道 然后另外我会告诉他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可能今年我要往上升官 我明年要达到什么 然后我后年要怎么样 我会告诉他 那我跟他讲的时候呢 我会同时希望他帮我一个忙 就是呢 我会认真的往这个方向前进 但是任何时候哦 如果我没有按照这个目标前进 你觉得我不qualify的时候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讲 我要请他先跟我讲 你要先告诉我 我哪里不qualify 然后我要怎么努力 才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感觉我们是一起在为这个目标前进 不是我一个人 好像我坐在那边等这个机会来找我 然后我在等运气来了 我不是在那边等 我是去追求那个目标 所以你要跟我一起 我们两个一起 那你是我的主管 你一定最有能力教导我 指导我 让我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你要帮我 我就告诉他你要帮我 那如果任何时候有困难 你也要随时跟我讲 你不能让我在偏离轨道的时候 你又没有把我拉回轨道 你要告诉我 那我会认真朝这个方向 所以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很顺利的就是 我今年要达到什么 我就真的好像达到了 我明年要达到什么 我好像真的也达到了 因为他有跟我一起 所以找一个人一起 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那个人是 他可以影响你的人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吧 我就是这样一路走 那以你的能力 跟这种这么努力的态度 真的有过主管 跟你讲过任何 不夸了法的地方 然后再调整过去吗 还是其实这话都是 讲在前面 但后来一路重来都是顺的 前面我觉得很顺 是因为那时候 我也在一个 我觉得蛮好的机运上 因为那时候 真的是台湾财富管理起飞的时候 我不是就已经做了业务吗 所以我一直业务都做得很好 我一直大概都是做前几名这样的 就是全省都可以做前几名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其实已经站在一个 蛮好的位置上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在银行的工作里面 我觉得大概是 它是有一个KPI的 就量化的KPI 所以你其实很清楚知道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的团队合作要怎样 你的专业能力 你的影响力 你的学习力 你的各方面能力 所以其实你很清楚知道 你要做什么样的努力 你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KPI 那团队里面就是这样 就是譬如说这里有20个人 那你是不是20个里面 那个最粗类拔萃的人 所以你跟你自己比 你也在跟团队的人比赛 所以你也知道团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你可不可以脱颖而出 其实你就很清楚就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 当然前面是很顺 但是我越往高的位置走 我觉得那个挑战跟困难就越高 也就是说 你要真的那么qualified成为那个人 我觉得他就真的很有挑战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其实也觉得很多时候 我也要就是要花很多的苦心 然后去学习 已经不是像以前自学就可以满足 就变成说公司也要给我资源 所以后来我在汇丰 其实我也很感谢汇丰银行 就派我到很多国家去学习 上很多课 跟国际交流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开放我的事业 所以我就很感谢 其实我在这两家外商银行待过 我觉得就是培养了很多国际观跟事业 这是你在一般的工作比较难遇到的 对就是所以前面是自己的基础 但是等于说你有没有让自己上去 到后面上去 那个真的就不是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 因为你前面进去 可是到后面 因为你自己打下来的基础 在累积上面的那个 应该说上面比较高层的这种发展 这个就是前面 前面你为自己争取 对对对 然后你后面才能进去 所以真的 我觉得是非常振奋的振能量 大家来看一下自己的人生 想一下今天上班你的感觉 有没有可以再往上 可以充斥的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访问的是我们这个 阿尔发金融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杨秀慧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 这个秀慧在工作上的态度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人会说 那就是人生胜利组 但是我们当时也好奇 人生胜利组 他是不是有一些胜利的元素 其实我每一次访谈 这个所谓胜利组 都还是听到 人家胜利还是有一点原因 那不是只有八字跟命定 好来 那这个秀慧告诉我们 很多这样子的态度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说 那么在 应该说上人班上的这么顺 是怎么想自己创业 对不对 那阿尔发主要 有一个现在大家很好奇的 是所谓的机器人理财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理念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 但是我其实因为都会用未来眼光看现在的自己 那我去年就满五十岁 那其实我就思考很多事情 因为人家说人生有十二种角色关系 十二种角色关系 就是说你可能成为人家的朋友 你也是家人 然后你是工作的伙伴 你在社会是一份子 就人生有十二种角色 那我就自己检视 发现我真的其他角色都不及格 不及格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 譬如说我是 像我们身为女性在职场是比较辛苦 我们的角色比较多种 一下要当人家的妈妈 又要当人家的女儿 当人家的婆 还没当婆婆 但是我是人家的媳妇 那我就检视以后就发现 哎呀我都不及格 不及格的原因是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因为我做到这个 全省的财富管理的业务负责人 我几乎每天就是从头到晚开会 从南跑到北 我都没有时间跟我的家人相处 那我又晚婚 我先生只看到我每天都不在 有时候我回家的时候 我女儿都说 妈妈你昨天晚上有回来吗 因为我已经我都不在 那一直到有一天 我女儿就是有一天 我学校的校长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 妈妈恭喜你哦 你女儿得到模范生哦 我就很开心 电话那一头我就笑了 就我女儿在旁边就 妈妈你笑什么 我说 校长说我把你教得很好 所以你得到了学校的模范生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妈妈哪是你教的 是爸爸教的 哦 这应该是小学时候说的话 小学 小学 小学嘛 那我就 哇好受伤 我就想 我其实就想 这个是不是我 这个当妈妈 很不及格 我完全没有陪她 因为我那么晚生她 我却又没有陪她 我觉得好像 我这个人生当妈妈 这个角色一定不及格 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反思 我自己就觉得 我不应该把我的人生 都放在工作上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我觉得我在反思 我自己的角色 那其实就像说当女儿 我觉得我也不及格 因为我也很少 跟我妈妈真的坐下来 好好的聊个天 当媳妇可能也不及格 因为可能一个月 都没有回去看婆婆一次 我就发现 其实因为我的忙碌 我觉得我的人生 各方面的角色 没有做得很好 其实我在工作上 得到很多的掌声 我觉得我人生 还是失败的 这是一个我觉得 很大的生命观的反思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常常就想 就是说我其实一辈子 都可以在银行 好好的退休 拥有很好的薪水 很好的光环 我都有 但是我就觉得 我人生要这样 一直到做到退休吗 就是说到我60岁 到70岁的时候 我再回头看这个时候 我发现 我就是一辈子在工作 然后到底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还有就是我生命的任务 我又没有真的完成 这是我另外一个反思 那我在想的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 就是在我工作的时候 我也可以做一点事 帮助别人 或是我的生命 有一些意义是 有一些影响力 真的可以影响这个社会 我真的想很多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 想要离开我的舒适圈 那就跌破很多人的眼睛 对啊 你坐这种位置 你干嘛要离开 是 那所以我也很低调的离开 就是说我也没有讲太多 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我是不是 我家里有什么变述啊 然后大家就等着看下一期周刊 会不会爆哪里挖角 对 其实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也没有 我没有想再到任何一个同业 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家银行 因为我觉得我一路在这里 22年都是这个银行在陪我的 所以我可以从很菜的一个 小工作员工一直做到 我可以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 我真的觉得我很感恩这个银行 所以后来我要离开的时候 后公司说我可以放你离开 但是你要答应我 如果你想要再回来金融业的话 你可不可以优先回到这里 我说我答应你 我想优先回到这里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栽培我的地方 那我真正的想法就是 我想过另外一段不一样的人生 真的就是因为这样 我就离开了这个公司这样 做这个决定 那个你内心的那种 应该说想要给家人更多时间 或给自己更多的时间 这个心情 我想我们可以想象 但是一般人会怕 就会觉得说 我呢不知道太奢侈 这么好的未来 譬如你再继续做下去 你的退休金 或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有股份 或什么这些东西 都有本来其实都有 对啊 那这些东西要放下的时候 就会可不可以给大家多一点 因为我们听这种病 因为我的财包很多 是中年或者年纪的退休 那很多人可能还没 差不多我们的年纪上下 其实听到你刚刚讲这段 一定很有感 因为过去半生在打拼 都是就在付出自己 想要把自己 再磨练的更好更强 可是有时候停下来 会觉得说 有些事情像孩子的成长 是没有办法倒退 然后家人的相处 尤其是年老的父母 我们很多人会 想要花更多时间在家庭 可是想到说 经济情况也不是很稳定 以后我们的孩子 小孩可能知道没得真好 我们一般人是想说 那我们的小孩以后有办法像我们这么吃苦 然后他有办法自己营生吗 我是不是会贪 又多贪更多来留给他 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来问退休的问题 都是这样 不见得他们出来 马上可以开一个公司 有更好的前景 像你这样 可是在那个点 你要放下舒适圈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说你都没有怕吗 你都没怕吗 其实我也思考了两年 说真的 两年喔 我也思考了两年 但是我当然这不影响我的工作 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那份工作 我也很投入 所以很多人说 你做到这个位置 你压力一定很大 我一定要帮公司赚多少钱 你可不可以 就是说在外商 人家说有一个叫一二三 就是说一就是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一就是一辈的薪水 二就是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三就是要创造三倍的产能 这真的就是外商公司的文化 就是说你一定很超 然后你一定要做得很好 但是你也可以拿到很多钱 所以这个一二三 就在我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一直都一直上演 但是我想的原因 我觉得是在这个思考的过程里面 慢慢培养那种内心素质 我觉得人最强大就是那个内心素质 绝对不是别人给你的一句话 或是这个环境给你的冲击 是你内心告诉你自己的那个声音 我觉得是需要很强烈 那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 因为我其实从工读生做到副总裁 这条路很短 我很快就坐上这个位置 所以后面的这么多年的人生 我其实就是一直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上生活 所以呢 我就想我在50岁退休 我还算年轻 是我人生精力还算足够 人脉也很不错 然后我体力也很好 我的各方面的专业跟成熟度也够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 我觉得我的担心害怕 我觉得好像还少一点 因为我认为我还有足够的这个资源 陪伴我再走下一个人生阶段 那所以我就想想 我觉得如果我不走出去的话 人家说你没有退入的时候 你才会成功 你如果一直觉得 反正还可以这个还可以那个的时候 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 自己的个性里面就会有一种会闪躲 就会想说没关系啦 反正如果这个不成 我后面还有什么 那我就想说没关系 我就一路往前走 那遇到任何困难 反正我就去克服 那还好就是因为我先生 他是Founder 他创了这个公司 一开始我也没想 这个跟他一起走 这些创业的过程 我只想说 我离开了金融业 我应该要去思考 我下半辈子呢 我做什么事情 可以丰富我下半辈子的第二春 因为我前面都能创造 我自己觉得我要的人生 我相信我后半辈子也可以 我就这样想 那只是这几年 因为台湾的这个财富管理 真的 我不知道邓医师知不知道 其实转型的也蛮厉害的 就是说 我自己在银行 尤其看到最多这种状况 就是很多人投资不赚钱 然后很多 这个可能 这个投资呢 复杂 所以我听到的都很多是抱怨的声音 很多客户就是 像我看到一个 年轻的这个富太太 她就是瞒着她先生 来投了四千万 然后呢 后来就是股市会震动 然后她把这个钱赔掉 那赔掉之后呢 她就得了忧郁症 她就 她就整个人就封闭她自己 那我觉得 我在银行看到 这种太多投资失利的客户啊 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那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投资是可以不需要那么复杂 也不用这么 也不要把人生就是 你的人生成败 好像就是压在一个钱上面 就钱应该让你更快乐 而不是让你这么痛苦 结果你 你明明有钱 结果你来投资 反而还赔钱 我觉得这样子的投资 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方式 然后也不会让人生正快乐 你想要赚钱 反而还最后还没赚到钱 还得了忧郁症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财富管理 已经应该要转型 我过去的那二十几年呢 都是真的很蓬勃发展的二十几年 就说很多人啊 然后在这边买很多产品 但是这几年 其实在国际上 已经开始都慢慢的改变 那都用一种比较纪律的方式 简单的方式 然后让人家不要赚这种快钱 但是你用时间复利的效果 你稳定的累积财富 其实你一生的财富 都会用不完了 你不需要好像贪心的 对然后去跟随什么 看有什么名牌可以买 有什么个股可以买 然后把你的钱暴露 在市场的风险 你其实不需要这样 所以我也看到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块 我觉得未来可以好好发展的蓝海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想说 好哦 那我就 我先生说 你就加入我 然后我们一起来打造这个蓝海 我就被他一鼓励 我说哦好哦 那我就把我过去金融业的一些经验 可以贡献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这个公司 那这个公司 这两个结合之后变成什么 当然你们两个结合 变成你们的小孩 我的意思是说 在事业上你们的小孩是什么 什么就 这应该就是这个所谓你们新的这个 对就阿尔法金融科技 对 那这个内容 我当这个科技公司的母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呢 他是我们百分之百全资投资子公司的董事长 子公司是阿尔法投雇 也是台湾的金融业 也就是金融 政策局管辖的投雇业 然后他就当子公司的董事长 那因为他 他其实也是写了很多部落格 然后也写了很多书 所以告诉大家这个投资的新的理念 对投资的一种行为模式应该怎么做 那我这个科技母公司呢 其实我们就研发了机器人理财系统 为什么不是反过来你当投雇那边的handle 因为那是你最专长 然后他科技 因为就是金融科技 因为其实说真的 一开始他他对投雇非常有兴趣 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专业 那当初他去申请这个牌照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透过他自己去跟金管会 因为很多人说 你这个公司一定申请不到牌照的 因为现在基本上要拿到这样的牌照 已经非常困难 那他他就是去说服金管会告诉他说 有一个这样的business model 所以后来他也很成功拿到这个牌照 所以理所当然他应该也是投雇的董事长 对那他常常就说他是这个 这个我是他白天的老板 也是他晚上的老板 那在科技 因为你们叫科技嘛 科技部分 那在科技部分可以怎么样帮助理财 因为金融科技 他主要都是做一些金融科技相关的系统啊 平台啊 所以科技公司有很多的专利 都是在做这种系统 所以你们会帮人家设计啊 或是管理这种金融的平台这样子 但是我们主力做的是机器人理财 那是什么 对那机器人理财是什么 很多人都这样问 他到底是什么 其实机器人啊 他就他不是人 现在我们投资都找人 对不对 就找理专啊 没错 找业务员来帮你规划 因为你觉得你不懂 所以你就找一个人来推荐 但是以后你不需要找一个人 你就找这个机器人 所以其实这个机器人就是你的理专 他就是你的线上财务顾问 他就在线上就可以帮你把投资的所有事情 大小事都做完 所以这样叫做机器人帮你理财的意思 那其实就是这样 那在国外这个很夯 因为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三亿人这么投资 那我们在台湾比较少看到 是因为其实四年前法令才开放的 所以在开放之后我们就成立了第一家 就第一家去发展这个平台 然后把这个平台真的推广到社会大众去这样 那他这个平台也很简单 其实就是我常常就是讲说就三个步 他三个步是什么 他能做到三个步 第一个步就是他叫你不用看盘 你不要再去看什么股市涨涨跌跌 这个太辛苦了吧 你知道我们台很多节目啊 我针对中年族群 我们有很多其他理财专家节目 我的节目如果要排理财的概念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用看盘 可以叫不用看盘的专家 才可以来跟我们讲 真的这个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你想看盘这件事情有多辛苦 就是你其实如果每天看盘会赚钱 那你就真的每天看 但是很多人看盘其实也配得一 很多人就会很多人是因为不会看 所以对理财这件事就却步 他就只会存定存跟买房子 只有这两步 所以我们等一下大家休息一下 现在存款簿拿起来算一下 休息过后回来跟大家讲 这个机器人理财 另外两步是什么 独家公就有机器人理财 机器人理财简单讲 超越了人脑 一个理砖一个人脑可以帮你设想 然后这中间当然是运用很多的专业 然后该怎么样去预测 怎么样去计算 怎么样去分析 怎么样去调整 那这个大家可以知道 休会说到现在全球 其实有相当多的人 数亿人 已经从这个方式里面 获得投资的安全跟利益 那现在大家如果要 这个在台湾是一个很风行的事情了吗 现在还算新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全台湾第一家新创的投雇 做这样的专注做机器人理财 那但是全世界其实说真的已经有非常多人用这样的方式在帮他们规划自己的财务目标 好那我直接直接省大家写信call in来问 就是说啊休会啊我们要怎么开始 我是不是要来阿法投雇先开一个户头 然后开始就是要怎么样开始 首先呢就是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阿尔发机器人理财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官网 那官网里面呢 他首页马上就会有一个叫投资四算 他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你进去投资四算 他就有一个机器人跟你对话 他会问你基本资料 比如说你男生女生啊 你几岁啊 你现在想要设什么目标来投资呢 然后你几岁要退休 那你退休后每个月你想花多少钱啊 你想累积什么样的这个财富啊 他就会把你的这个各方面资料都问清楚 那之后呢他就会开始判断 你这个人的风险承受力是什么 好那判断完之后呢 他马上就会跑出一个他试算的结果 告诉你说哦你的股票 你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投资人 你的股票比例应该多少 那我们给你的这个投资组合回测过去十年 他的年化报酬率大概多少 然后他会告诉你哦未来十年二十年 要达到你的退休目标 你的财富累积是怎么走的 在这个平台上他都是免费使用的 都是开放大家可以去玩 很像健诊报告表 很像健康报告 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这个理财机器人 很像财务医生啊 就是我来帮你诊断一下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会比较健康 你的财务会比较健康 而且是以增进健康 再用几十年为想法 而不是只有抓现在的病 这是现在科方面都怪 然后大家如果算好了 觉得你要开始尝试 这个调整你自己的投资 那再来就可以在这个里面 跟他运作是不是 那他下面就会 有一个计划就完成给你 因为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事算 代表你已经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 那你储存之后 你想下单 你就可以直接下单 所以他非常方便 就全部都是线上就可以完成 开户也可以在线上完成 开户也是线上 那现在他怎么线上 就是说你第一个就是要先签合约 当然 你要成为投雇的这个会员合约 那再来就你要在 你要开一个银行的账户 要开一个证券的付委托账户 对 然后之后就可以直接下单 就跟一般的投雇的账户 对 但是全部都是一条龙 直接线上就可以完成 所以中间都没有机会去看花衬衫 中间都没有 中间都不用花衬衫 因为其实大部分人现在他的生活都在手机里面 所以其实很容易就是你 你只要打开你的手机 所有的食衣住行娱乐都在这里的话 就包括理财 我相信未来也都是这样 学会时代真的转变 因为你讲这个概念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相同 你说即便 因为我是医疗业 即便医疗业也是在往这个方向走 数位 智慧医疗 例如像诊断系统 其实一样的概念 人来帮你诊断 跟经过很多智慧 全面的环节 我们放进AI去演算 有一些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部分 不能够取代的是那种 人与人之间 有时候某种 信赖啊 或者人跟人接触的 这个温度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 这些技术性的东西 是应该交给演算 或是AI 是比较可靠的 比较reliable 那但是我们也会 我觉得我们在意的是说 例如说 营运这个东西 或者去帮你check东西的 这个人 他是不是你所欣赏的 所以我想 例如说你开发的 你经营的 跟别人 可能给我的感觉就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 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 其实你问到一个重点 因为国外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 像这样成熟的公司 就是他们已经发展得很好 都是金融科技的独角兽 那国外有流行一种模式 你讲对的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 需要人的服务温度 如果你叫他 从头到尾都是跟电脑讲话 他会觉得 好像冷冰冰的 然后要问 也不知道问谁 所以国外就发明 一种叫做 人机协作的服务模式 就是说 你所有的这个演算啊 系统的这个know how 全部都在平台上 但是是我人去服务你 那我人就可以服务你一些 譬如说 比较复杂的金融问题 譬如说你想结税啊 你想做资产传承啊 那人要跟你做说明 但是所有的规划 都交给系统去执行就好了 所以这种服务模式 其实我们一开始 我们也这样执行 就在台湾 因为尤其在台湾 很多人他想要 知道一些问题 尤其我们刚开始 在推广的时候 很多人不了解 什么叫机器人理财 所以我们就有人在说明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结合机器诱人 那所以可以做到 就是同轨并行这样 是 是 好 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 这个也算是一个大放松 这是蛮新的一个想法 如果你还在苦海挣扎 然后 他里砖 感觉有点不合 但是又全部的东西 都在他手上 他时不时要见面 你会觉得说 忍不住又买了 他推荐的那个 你如果这样子的痛苦的话 试着 在人生到中年 或是差不多已经完成 第一阶段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想要 有更多的自主权 其实理财 我也学习到 阿贵 很多专家 我欲到的一句话 就是理财 不是为了要再被金钱套劳 不是追逐金钱 而是要从金钱这件事上自由 对 所以我们的slogan 就是叫 被动投资 主动人生 这个slogan很棒 就是说 你要被动管理你的金钱 但是主动经营你的人生 这个很重要 好 对 我今天真的觉得收获很多 那主要 秀惠的人生 也给我们很多的 这个启发 我们用节目最后这一段时间 我们来问一点 加码的问题好了 那这些加码问题就是说 我想请教秀惠 在你过去在金融业 这么样一个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 有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 作为一个女性 在这个职场上 很多人都说 我听很多人都说 什么要比男性 1.5倍的奴隶啊 还是像你刚刚也提到家庭 或什么 那作为一个女性到这个年龄 你刚刚讲到说 50岁 这个年龄层 你觉得女性在职场上 有没有什么最重要 你要有的信念 或者说什么样子 你要克服的东西 给我们女性的 这个职场上面的人 一些建议 我觉得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一些内心素质的东西 那我觉得现在 几乎女性都是工作的人 很少就是她出社会 她没有去工作 大部分女性 她都希望在职场上 能闯出一片天 那我想讲的真的就是 用未来的眼光 看现在的自己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眼下的点过不去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 你不欣赏的主管 那你就想 拍拍屁股就要离开 因为这个天地这么大 我容不下 我在这个公司 但是你可能错过了一个 其实对你很好的职场 就是因为这个人 或说你跟一个同事 诶 储不来 然后这个打架 我就想 我又一次就 遇到我两个员工在吵架 那我就想 我就跟她说 有可能你离开这个职场 一辈子你都没有跟她相见 为什么你 你在这个当下 需要这么坚持 就是你有时候 用比较长远的眼光思考 现在你都会发现 眼下的东西都很小 因为你已经把时间放大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要能坚强 你就想想 怎么用未来的眼光看现在 你现在都会觉得 很多事都不重要 譬如说 现在让我再回想 我那个工作时候 我就想 我那时候 这么紧凑的 做的每一件事情 现在想想 那时候需要这么紧凑吗 好像也不用 如果我都发现 我50岁就要离开这个职场的话 我搞不好会更优雅的过这一段 我都觉得 我不需要这么紧凑 但是就是当下没想清楚 就是太多当下的情绪 跟想法办住了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放开你自己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放长放大的时候 我觉得都不是大事 都会变成小事 就是眼光放长放大 对 那这样子度量跟胸襟 视野都会不一样 都会不一样 而且这个适用于各个领域 各种心情 各种心境 真的啊 对啊 例如说 你不要说是主管 今天跟一个同事 或一个家人 你今天计较这件事 如果你想10年后回来看 会不会 你会不会后悔 会不会 对啊 会不会觉得说 那时候的这个坚持 其实在10年后 看来会微不足道 对 好 所以这个是送给大家 然后把这些事情 可以料理的好 料理的好 其实我觉得 现代人很重要 就是那种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的 压力很大 其实说到中年 那两天都听众朋友 生日来 那个问题很多 都是担心子女啦 然后觉得另一半 不如己意啊 不知道人家 怎么会到50几个 五六十回 看另一半都 常常会看出一些 不如意的地方 但是 或者是害怕老 对 害怕老 对自己的那种局限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 端看怎么做 怎么做 就会现在的这个状态 真的是让大家 很多的启发 很多的羡慕 是从小都 家庭的教育 就让你这么积极 正向 可能也要 很感谢我的家庭背景 也是 我爸爸也是做生意的啦 那我妈妈以前 她在保险业 那她也是都做 全省第一名 她业绩做得很好 可能我也 你是家传 对 我可能也耳濡目染 然后我就发现 好像她也在市场上 与人相处 很多能力 所以人家说生日子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在互动中 真的可以感到那种 那种人的那种 温度 对 你会学习 我觉得家庭的教育 学习真的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 也这样教我的小孩 所以我做什么事情 都把他带着 他跟着我一起学习 我不懂 这个不 不得讲 这个叫什么 这叫master class 这个叫大师学习 男生很多孩子 上去什么管理 他们 什么他们 就是要让他们说 六天五天 看人家怎么 好像little boss 这样学习 做一件事 哇 这个不得了 没关系 我们会什么 我们就让我们的小孩 可以启发什么 好好的 让我们不要再做金钱的努力 这个很重要 很多的机会 可以去使用新资讯 介绍给大家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杨秀慧董事长 来跟我们 慷慨无私的分享 祝福大家 给